说到三国演义中的刘备 我相信大家第一反应就是哭出一片天下 似乎除了哭之外 刘备就没干什么正经事 三英战旅步 刘备想凑上去露个脸 结果成了拖后腿的火烧勃望泼 刘备待在心野 看诸葛亮的手袭 火烧赤壁 刘备更是待在江夏地区打酱油 类似的事件一件又一件 让我们感觉刘备实在是一个扶不起的刘玄德 除了哭之外 真是干啥没啥 那么历史上真实的刘备是这样的吗 显然不是 刘备的许多光辉事迹都被亲密战友给抢跑了 那在三国演义中抢刘备功劳的都有哪些亲密战友 其实就是他最亲信的几个 分别是二帝关云长 三帝张义德 智囊诸葛孔明 那他们究竟抢了刘备什么功劳呢 我们一一来看 一张飞编都游 在三国演义的描写很精彩 却说张飞饮了数杯闷酒 乘马从管一前过 见五六十个老人 接在门前痛哭 非问其故 众老人答曰 都游逼乐献力 遇害刘功 我等接来苦告 不得放入 反遭把门人赶打 张飞大怒 睁元还眼 咬碎钢牙 滚安下马 进入管一 把门人那里阻挡得住 直奔后堂 见都游正坐厅上 将献力绑倒在地 飞大喝 害民贼 认得我吗 都游未及开言 早被张飞揪住头发 扯出管一 直到县前马装上付诸 攀下柳条 去都游两腿上 着力鞭打 一连打折 柳条十数只 活脱脱一个快一恩仇 鲁莽率真的张义德 可历史上这事是刘备干的 我们来看一下 三国志属书 先主传宗的记载 都游以公事道歉 先主求业 普通直入赴都游 张二百 谢寿细其紧着马柳 器官亡命 原来那个快一恩仇的人 不是张飞 而是刘玄德 二 关羽斩蔡阳 车咒 关羽作为三国演义中的一绝 过五关斩六将是其高光之作 虽然历史上的关羽 确实也是千里归流 但五关六将之事纯属炒作 而其斩杀的首官之将 自然也都是虚构的了 三国演义中 对关羽斩杀蔡阳之事 有着详细的描述 须于曹君志 为首一将 乃是蔡阳 挺刀纵马大 贺曰 你杀无外甥秦奇 却原来逃在此 无奉丞相命 特来拿你 关公更不打话 举刀便砍 张飞亲自雷骨 只见一通骨未尽 关公刀起出 蔡阳头已落地 可是三国志 蜀书 先主传的记载 却又是另一幅光景 少前先主将 本兵复制汝南 与贼公都等和 众数千人 曹公前蔡阳击之 为先主所杀 不管怎么说 蔡阳同学的最终结局 都是被人给砍了 只是一边在演义中 成为了关张两兄弟 和好的见证物 同时 关羽还另有一次 在徐州 抢了刘备的人头 对象则是 曹操将领车咒 车咒是中计后 被关羽一刀斩落马下 看得读者们 暗暗较好 关云长又下一人头 但历史上 是这样的记载 太祖灭吕布 后任周围车骑将军 徐州刺史 建安五年 左将军刘备杀咒 聚配一杯太祖 好吧 真正干掉车咒的依然是我们的左将军刘备 所以千万别说我们刘璇德只会哭 其实还是打仗的一把好手啊 三 诸葛亮火烧伯网坡 说起火烧伯网坡 我们一定想到 这可是诸葛亮的开山之作 众多的三国演义读者 就是通过这一战认识了诸葛亮 之后顿时对诸葛亮的奇谋 佩服不已 连不服气的官张二人也瞬间拜服了 这只是罗冠中同学给诸葛亮加演的一出开门大戏 我们不得不说 这历史上是这样的 史距下侯敦于尽等于伯旺 就知先主射伏兵 一旦自烧屯尾 敦等追之为伏兵所迫 没错 又是我们刘皇叔的大作 伏兵也是皇叔亲自安排的 至少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皇叔刘备 绝对不是那个只会哭哭哭的皇叔 无论从胆识战役指挥 还是冲锋陷阵我们刘皇叔也绝对是一把好手